好 大家的觀眾好 今天我和阿余島繼續和大家做一些業餘 先開來 業餘論誌 業餘論誌 是 我們兩個業餘走出來和大家講一些概念性的問題 我們上集說到政府那些各種的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其中一樣當然是講資源分配 是 資源分配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講到政府的發生 其實是因為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自然就會出了有很多資源需要分配 資源是個人的資源 聚集一起所獲得的新資源其實有很多 新資源這件事其實政府一開始將政府功能專業化之時 就要一些人提供資源來養著專業人士 譬如你去到做領袖 以往靠打獵 領袖出賣打獵 但是慢慢慢慢去到一個田地裡 族群大了 族群入面要管理的東西越來越多的話 那些管理人員就不能夠再自己下場去種東西 或者去打獵 於是就一定要向族群收集一些資源 這些資源就變成了中央 中央就慢慢慢慢地 譬如我們知道 就是皇帝就一個核進去這個地方 我的 裡面生存的人 全部都是我的子民 這些就要立各種各樣的東西 以往來說就是錢的概念相對是比較遲才出來的 所以一直以來這些集中資源是指什麼呢 糧食 或者就是人力 或者其他的東西 譬如要打仗的話 就要精人去打 還有如果要制煉兵器 你當然要牽涉到採礦 礦物的收集 那其實呢 後期會有能源的收集 你好像在冬天你要保暖 你可能要採火 那其實這些是有專人去負責收柴火的 慢慢慢慢就變成專業了 那以往來看就什麼都自己一手一腳做 但是做一下做一下發覺 有專人專事就越做越好 於是我們就開始有些專業人事出現了 專業人事的特點就是越來越細緻的 越分越細 除了他自己的事情,他什麽都不懂做 這是近代的發展 其實這個趨勢一直都有,幾千年來 另外一出現的問題,當資源集中在一起之後 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就是你的族群越來越大 很多不少有些族群裏面有個別單位 譬如余家,余道家,葉家,女兒家 旁邊有個陳家,旁邊有個李家 有自己的小圈子在我自己的土地上 其實這個又不是後來出現的 一開始已經有葉家和余家的出現 在政府出來之前我們已經有 已經有這樣的事情,但是一直以來我們 就是這些事情自己大家搞定 合作的地方不多 有衝突起上來就看有什麼方法解決 但是慢慢我們發覺開始專業了 你又種田,我又種田 旁邊陳家又種田,李家又種田 種田有水 不過剛巧余道家就在河邊 真是幸運 我每次都要經過余道家去拿水 誰知道有一天我兒子也好,女兒也好 和你家裡的小孩打架 最後結果就 以後都不讓你拿 不讓你過,拿不准過來 慘了 問題就是不止我慘 我旁邊的陳家 就要經過我那裡過這裏 我和你不開心 你和陳家不開心 我不讓陳家過 是一大件事 是 糾紛就是這樣來的 糾紛就是這樣來的 於是阿公出來 要不就是幾個人的阿公 大家坐在一起 談好他 看如何補償好 什麼好 要不就是政府出來 政府就說 不要緊 這裏 反正你們全部都是我指紋 這塊地是我的 就劃一條路 接著這條路就 經過你家 經過我家 人家 路旁邊多掘一條坑 水過來 大家方便 這句話說 有時候 政府要做的就是 集中人力做大事 或者是解決做大事的矛盾 是 平衡多方面的利益 這個是我們上次講到分配資源 其實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對於一些沒有人 沒有一個明確有人擁有的資源 就是好像一些三邊的野地 如何去整合其他的人去開發這些資源 這樣做 也是政府所需要做的事 是 有一個理論 為何中國政府是一個大政府 我們中國長期都是以統一全國作為主要目標 不是好像歐洲那邊有很多小的國家 有德國法國 瑞士之外 有很多 他們是散的 他們曾經整合過 我們記得有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圍著整個地中海 基本上全部都是羅馬帝國去到最大的時候 但是散了之後 他一直都沒有辦法再整合在一起 就算今天 歐洲都整合不了 他們有一個歐盟 但是都是各自為政的 不是一個整合的政治體系 但是中國不是 中國有頭到尾的一個政治體系 是有一個中央的政府 秦朝開始一直下來 然後宋、明、清、明都是一個大政府 其中有人給了一個理由 就是我們中國的土地上面 有一條叫黃河 黃河就顧名思義 河水是黃色的 為什麼呢? 以前呢? 現在不是 現在正好了 以前的以前 我相信那個黃河也不黃的 但是有一段時間黃了 但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黃河經過黃土高原 黃土高原 黃土高原的土地流失 其實非常之嚴重 對了 換句話說 黃河的黃色就是黃土高原的土 水流急事沒有什麼問題 帶它走 水流慢的時候 黃土沉積在河床上 河床沉積一旦大水來的時候 於是黃河、泛濫 所以 中國長期來說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 但是我們也有人叫它為 寂寞 是我們的很大件事的河 整天都泛濫 泛濫 其實泛濫的原因都很簡單 現在我們今天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時候在冬天 在我們西藏高原那邊 就結了冰 河水全都結了冰 沒有什麼大問題 春天溶了 溶的時候 有部分的冰卡住在那個位置 就變成一個 冰水壩 一個水的冰壩 冰水壩 冰水壩 就儲著大批水在後面 一直慢慢溶 一旦這個冰壩一斷 衝爛了一斷的時候 就突然大量水流下來 是 大量水流下來的時候 河床之前就已經慢水 慢了很久 就積了一些污泥在底 一旦衝下來 衝不走那些污泥 於是就會泛濫 因此我們需要政府不停地 填高黃提霸 其實這個是治標不治本 這個治標不治本就導致一個大問題 今天的黃河的河床 是比河兩岸的岸高的 嗯 所以現在來說更加大件事 如果黃河的堤壩一漏的話 水流了出來 在其他地方 大水過了之後 水便流走 嗯 黃河兩岸是不行的 因為它不近海 最主要是 因為它不近海 最主要是 不近海 還有一件事情 它流不回黃河 黃河的河床高過你的地 它流不回頭 就是流下來 就回不了頭 所以這個形成 中國一定要有個大政府 不停地看著黃河 那這個就是一些人的其中一個解釋 為什麼中國的政府一量 一向都是一個大政府 因為需要集中力量做大事 嗯 其實小弟覺得一開始 可能有這樣的成份在裡面 但是久而久之呢 這個要統一全國 變成是一個 mentality 是啊 是啊 小弟剛剛看完 就是重看回本 武俠小說 那裡面呢 的角色呢 其實就是 就是講這個 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五胡亂話的時間 其實講裡面的重要角色呢 其實他們都是想要統一回全國的 已經不是為了要做些什麼 而是這個本身已經成為了一個目的 所以是一個 mentality的問題 就是轉了 有 很多時候我們 有些事情以前做是有原因 但是做了久了之後 這個原因不再存在 可能這樣不再是問題 但是呢 那個做下來的傳統就留在這裡 是 所以每個人都會繼續去做同樣的事情 每一個走出來欠天下的人都要統一全國 已經是成為了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 是啊 那就是因為這個習慣 是啊 那其實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習慣呢 就令到我們的發展和歐洲呢 是非常的不同 因為我們已經 已經寫入了基因裡面的了 你個個出來呢 欠天下 你都是目的是整個天下 而不是只是建立一個小國 嗯 所以呢 我覺得 譬如有人提到 我們台灣省的問題 那麼就是 在中國 第二個 一百年 那時候 八年計劃 有兩個 一個 一百年計劃就是 共產黨 成立一百年 這個已經過了 嗯 另一個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一百年 這是第二個一百年 嗯 第二個一百年 現在的目標就是要成為強國 怎樣定義強國呢 很明顯呢 就不會有一個地區呢 並未統一 所以 統一台灣這個 這個 題目 應該已經提上了 日程了 應該想著 怎樣可以 統一台灣 是時間和方法的問題 已經不是一個做不做的問題了 是的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是 還要是 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百週年之前做到的 我覺得 嗯 所以 所以小黎覺得 這個日子 其實 全國歸統一的日子 其實不遠的了 至於很多人呢 就是 如果他們真的不明白 你台灣喜歡怎樣就怎樣 這樣 為什麼一定要強行夾在一起呢 其實他根本不明白中國人 所以這些人 其實跟他說得浪費 這個是我們 好像剛才阿瑜說的 我們已經進去根深蒂固的 我們的基因裏面了 是啊 其實 基本上 如果是 看多些中國的歷史的話 你會見到 歷代所有的 偉人或者開國明君 其實他心裏面做的是這件事 最重要就是 全國統一 統一完之後 才再想其他事情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中國的傳統 也都進入了我們 中華人民 中華民族的基因裏面 這個改不了的 很難改的 所以台灣一定會統一 而且我很相信 已經提上日程了 那麼 我有新之年 見不見到呢 我希望見到 見到 因為 其實小弟覺得 我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時間點 就是 習大大的任期 這件事情一定 在習大大的任期裏面會完成 嗯 好 這個 我們期待 一直看下去 這一集的業餘 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和大家再見 好嗎